炒這些賭股不是炒業績 因為問題是業績一定是預料不好 你虧錢 或者你講去年人流 看到賭收都弱 特別去年第三至第四季 內地也有很多地方出現過疫情的反覆 澳門方面也試過在那段時間 收緊入境措施 或者檢疫措施 所以業績上你預料沒什麼驚喜 但是不代表說業績差 股價一定跟著跌 因為現時的股價或者股值 慢慢做的收復 反映會不會去到今年 整體疫情方面的變化 會有機會好轉呢 又或者本身賭場都停了一段時間 或者人流都弱了一段時間 會不會今年有復甦呢 如果你看回春節的數字 是不錯的 所以你說業績上就不是炒去年第四季那一段 反而現在大家就開始看回今年第一季 或者上半年 應該是可以有一個好轉 再加上之前最大的風險 就是來自監管 或者逐排的事件 但是經過過去一個月 大部分的結果或者諮詢的結果都出來了 大家都已經是有了心理準備 以及沒有出現最壞的情況 就不讓這些美資賭上去到逐排 所以我覺得股價方面 未必說看得太淡 但是當然你說要升的 上面也有幾級的阻力要看著 比如第一個就7.8 再上高一點的 比如8.4 這些位置你預算的阻力會比較大一點 中國人 中文字幕詢2 據特性 正 還 感谢观看